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缝皮革时穿蜡线的方法 那我们要准备一根蜡线,两根针 那我们线都有线头跟线尾的地方 那缝皮革是用双针缝 所以是线头分别要穿在一根针上 线尾也要穿在一根针上 那我现在来开始 先拿起蜡线的一头 用力压一下 用力压一下之后我们可以发现 蜡线它变得是这样子 扁扁的 扁扁之后我就拿起我的一根针 一根针去穿过它 扁扁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穿 当它穿过之后把它拉出来五公分 拉出来五公分之后呢 我要用尖的这一端 尖的这一端穿过我的线 就是刺过它的意思 穿过我的线一次之后再刺一次 再刺过它一次 好,刺过它之后啊 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长这样子 U字形的 好,之后啊 我先把这个往下拉 往下拉之后再把这个往下拉 短的往下拉 往下拉之后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线啊 线的地方 线有穿过针头 然后呢又搭两个结 搭两个结 第一个结在这边 头的地方 第二个结在这个地方 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穿完之后 两边都穿完之后 是长这个样子 好 那这就见 咱们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